所以我们要针对类别来去做分析 所以怎么做类别的分析 好 首先这边 这边 我们一样做群组直挑图 各位我大概已经知道说 销售的情形是有逐年上升 可是我觉得老板更想知道 哪一种类别 类别销售最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销售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类别 有没有看到类别 产品组类别 产品纸类别 所以请先勾 产品组类别 然后的销售额 销售额在下面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大致上知道 技术 technology 技术销售最好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是家具类 接下来是办公设备 可以吗 这只是画了一张图 可是 可是我要请你们 我要请你们去做这件事 请把这个值 请把这个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听得懂吗 我只要请你们 这群组支条图你们一定都会做 但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多做 把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这是有意义的 因为 等一下我要请你点 这一个 然后请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点它 你又看到了什么 有没有看到 有东西突出来 对不对 我等一下就要讲解这件事 这样知道吗 这样我们可以去说明 哪一个产品类别 在哪一年的销售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对老板做决策 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这三个动作做完 空白的地方记得点一下 群组支条图 这我想没问题 它的轴是什么 它的轴是产品组类别 它的值 值是什么 销售 因为我们今天都在做销售分析 谢谢大家 如果说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感谢大家 如果你 colonial 这个 这么多 我 不得 岁民 你 我们 非常 是 儿